答有恒先生 议论是很久了 还是去年夏天决定的 我预定的沉默期间是两年 我看的时光不大重要 有时往往将它当作儿戏 但现在沉默的原因 却不是先前决定的原因 因为我离开厦门的时候 思想已经有些变化 这种变迁的进入 说起来太烦 姑且略调吧 我希望自己将来或者会发表 但就近视而言 则大原因之一是 我恐怖了 而且这种恐怖 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 我至今还没有将这恐怖仔细分析 姑且说一两种 我自己已经诊查明白的 则一 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 我至今为止 时时有一种乐观 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 这种老人渐渐死去 中国总可比较的有生气 现在我知道不然了 杀戮青年的似乎到大概是青年 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 更无故隙 如果对于动物也要算抱舔天物 我尤其怕看的是胜利者的得意之笔 用斧劈死啊 用枪刺死啊 我其实并不是极尽的改革论者 我没有反对过死刑 但对于灵迟和灭族我曾表示过十分的憎恶和悲痛 我以为二十世纪的人群中是不应该有的 抚劈枪刺 自然不说是灵迟 但我们不能用一颗子弹打在他后脑上吗 结果是一样的 对方的死亡 但事实是事实 血的游戏已经开头 而角色又是青年 并且又得意之色 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 二 我发现了我自己是一个 是什么呢 我一时定不出名目来 我曾经说过 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炎炎 有吃的 有被吃的 被吃的也曾吃人 正吃的也会被吃 但我现在发现了 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炎炎 先生 你是看我的作品的 我现在发一个问题 看了之后使你麻木 还是使你清楚 使你昏沉 还是使你活泼 唐所觉得是后者 那我的自己裁判便正是大办了 中国的研习上有一种醉虾 虾越鲜活 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 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 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 和弄敏了他们的感觉 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 同时给赠悟他的人们赏完这教灵的苦痛 得到格外的享乐 我有一种设订阅 讨施君革命军 唐不到底党的有知识的如学生之类 一定特别加行 甚至对工人或其他无知识者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以看见更敏锐 微细的痛苦的表情 得到特别的愉快 唐我的假设是不错的 那么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证实了 所以我终于觉得无话可说 倘若再和陈元教授滞留开玩笑吧 那是容易的 我昨天就写了一点 然而无聊 我觉得他们不成什么问题 他们其实至多也不过吃半只虾 或虾几口醉虾的醋 况且听说他们已经别离了最佩服的孤同先生 而到青天白日期下来革命了 我想只要青天白日期差远去 恐怕孤同先生也会来革命的 不成问题了 都革命了 浩浩荡荡 问题倒在我自己的落伍 还有一点小事情 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笔的阀 现在似乎降下来了 种牡丹者得花 种几利者得刺 这是应该的 我毫无怨恨 但不平的是这法仿佛太重一点 还有悲哀的是 带累了几个同事和学生 他们什么罪孽呢 就因为常常和我来往 并不说我坏 凡如此的 现在就要被称为鲁迅党或宇斯派 这是研究系和现代派宣传的一个大成功 所以近一年来 鲁迅已以被投诸四亿为原则了 不说不知道 我在厦门的时候 后来是搬到一所四屋邻居的大洋楼上了 陪我的都是书 深夜还听到楼下野兽呜呜呜的叫 但我是不怕冷静的 况且还有学生来谈谈 然而来了第二下的打击 三个椅子要搬去两个 说是什么先生的少爷已到 要去用了 这时我实在很气愤 便问他 倘若他的孙少爷也到 我就得坐在楼板上吗 不行没有搬去 然而来了第三下的打击 一个教授微笑道 又发明示脾气了 厦门的天条似乎是明示才能有多余一个的椅子的 幼者所以形容我常发明示脾气也 春秋笔法 先生你大概明白了吧 还有第四下的打击 那是我临走的时候了 有人说我之所以走 一因为没有酒喝 二因为看见别人的家眷来了 心里不舒服 这还是根据那一次的凝视脾气的 这不过随便想到一件小事 但极此一段 你也可以原谅我 吓得不敢开口之情有可原了吧 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罪瞎的 我再斗下去也许会身心交病 然而身心交病又会被人嘲笑的 自然这些都不要紧 但我何苦呢 做罪瞎 不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 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办新青年 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 来证成我是共产党 但极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 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 退一步 亲共派吧 终于也没有弄成功 唐我一出中山大学 吉里广州 我想是要被排进去的 但我不走 所以报上逃走了 到汉口去了的闹了一通之后 倒也没有事了 天下究竟还有光明 没有人说我有分身法 现在是似乎没有什么头衔了 但据现代派说 我是与司派的首领 这和生命大约并无什么直接关系 或者倒不大要紧的 只要他们没有第二下 倘如主角 倘友人寺的又说什么 莫斯科的命令 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比一华话说远了 赶紧回到落伍问题去 我想先生 你大约看见的 我曾经叹息中国没有敢 俯枯叛徒的调刻 而今如何 你也看见 在这半年中 我何尝说过一句话 虽然我曾在讲堂上公表过我的意思 虽然我的文章那时也无处发表 虽然我是早已不说话 但这都不足以做我的辩解 总而言之 现在堂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 舅舅孩子似的议论 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 还有 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 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 堂一知道 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 是一攻击社会的一分子的成员之类 看如何 而况四万万也在 我只得以偷生者 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 不知道 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 如一箭之入大海 否则几条杂杆就可以送命的 民众的伐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 近来我悟到凡蛋一点改革性的 主张 躺于社会无设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 万一建效 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 古今中外其窥一也 即如目前的事 吴志辉先生不也有一种主义的吗 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分 且可以大呼打倒 即因为赤党要实行共产主义于二十年之后 而他的主义却需数百年之后或者才行 由此观之 尽于废话故也 人哪有摇管十余代以后的灰孙子时代的 世界的闲情别致也在 话已经说的不少 我想受烧了 我敢于先生的毫无冷笑和恶意的态度 所以也诚实的奉荡 自然一半也借此发些牢骚 但我要声明 上面的说话中我并不含有谦虚 我知道我自己 我解剖自己并不比别人解剖别人留情面 好几个满肚子恶意的所谓批评家 竭力搜索都寻不出我的真正猴 所以我这回自己说一点 当然不过一部分 有许多还是隐藏着的 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 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 我还不得而知 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吧 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 还是老法子 一是麻痹 二是忘却 一面挣扎着 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血痕中 看见一点东西 腾在纸片上 鲁血 九四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7年10月1日上海北新周刊 第四十九 五十七何刊 超越来的 一遍 再多 ederim 二十七何损 一遍 二十四 下一刀 一遍